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高雄是107年度模范劳工及优良工会表扬活动,今21日下午在原山饭店举办,杨明州副市长亲自颁奖表扬81名模范劳工,其中包含6位全国模范劳工,20位模范一工,同时表扬52家优良工会, 感谢这群无名英雄坚守岗位,为高雄发展新勤付出,杨明州也呼吁所有企业善待劳工,维护劳动人权,今年模范劳工中有6名获选全国模范劳工,55名世纪劳工及20名模范一工,从139万名劳工朋友中脱颖而出。 其中,全国模范劳工当选人为,新高市产业总工会黎晋元,台湾国际造船公司陈温景,高雄市美容业职业工会和舒美,中国钢铁公司黄益州,高雄市请聚制作业职业工会陈清水,高雄市餐饮业职业工会李仁三。 杨明州表示,感谢劳工朋友在劳动领域的奉献付出,因为众人的同心协力,共同打拼,才成就高雄的经济繁荣。 他也呼吁雇主善待外籍移工,注重移工人权,模范劳工李凤朱从事社区保姆托育工作24年,深受家长信任, 还加入南高雄家福中心保姆志工20余年,支援早疗,寄养家庭服务,热心工艺及受好评。 模范移工的越南籍看护公软市方来台12年,专业服务受雇主赞赏,还勤学中文,获得教育部华语文测验认证,并热心参与慈善团体服务以及外籍移工通义工作,足为表帅。